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在这里呢 咱们来聊一下中国女排 现在呢 女排施锦赛 也是正在火热的进行中 中国女排将会在四分之一决赛面对意大利女排 中国女排在之前也是与意大利女排交过手 当时呢 中国女排0比3赋予意大利女排 这一次再次对战意大利队 中国队没有推路可言 只能全力以赴 赢球呢 就会晋级 输球将会被淘汰 而且呢 蔡宾在近日也是接受了采访 她表示呢 队伍将认真准备 今晚与意大利女排的淘汰赛 全力以赴拼到最后一刻 中国女排这一次会全主力出战 也会拼到最后一刻 在之前世界女排联赛中 中国女排只不八强 也是让所有的球迷都非常的遗憾 这一次呢 中国女排也要全力以赴 打出自己的风格特点 现在的中国女排没有朱婷和张长宁这两大主力 李莹莹在对战意大利女排时 也被对手严密难防 但是呢 王云露她的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 她现在也成为了中国女排 遗传和防守最重要的一环 而且王云露进攻突破能力明显增强 本场比赛也是需要更多优秀的球员站出来 去拼搏 去得分 意大利女排整体实力都很强 而且意大利女排她们的发球攻击性很强 但是中国女排的队员们一定要调整好心态 不要有太大的压力 去努力的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本场比赛难度也是非常大 希望中国女排的队员们能够更有自信 不管是输还是赢 只要尽力了自己不留遗憾就好 现在呢 中国女排也是非常的不容易 在试锦赛一开始就人员伤病不断 但是呢 中国女排队员们顶住了压力 晋级了八强 希望中国女排能走得更远 希望本场比赛中国女排能够创造奇迹战胜对手 本场比赛呢 CCTV5也会调整直播计划 中国女排对战意大利女排直播发生变化 在晚上23点正式开始 有喜欢中国女排的球迷 可以提前锁定CCTV5频道进行观看 为中国女排加油 好了 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